- 非正規十一生UNI 嗨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十一生UNI 這次要來跟大家介紹 許多玩家敲碗非常久的戴納魔 他在洛克人X5的時候出登場 雖然他是作為反派角色登場 但他可不是一個非正規品喔 現在就讓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吧 戴納魔作為非正規品獵人的敵人 卻不是因為受到希格瑪病毒影響而行動 他更像是一個拿錢辦事的傭兵 希格瑪就是看上了這一點 請他協助攻擊Urusha 但那魔的個性懶散 做事馬虎 只有看在前的份上才會開啟認真模式 但是因為他有一流的身手 還擅長使用手砲跟近戰武器 讓艾克斯跟潔若在對上他的時候 都顯得相當吃力 在這一次的Dive中登場 也大幅還原了他在原作上的技能 其中兩招技能 D刀刃跟厭反 就是他在原本的系列作中就有的招式 而在被動技能方面 不管是配備手砲還是近戰武器 可以增加額外的攻擊手段還有減傷 派戴納魔上場的時候 只要配備手砲跟近戰武器 並且在戰鬥中頻繁的切換使用 就可以取得先機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掰掰 再次查訪戴 再次查訪戌